今天是11月29日,星期二 11月份剩下交易點不多,只有兩天 今天是11月期止的結算日 明天是11月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日 當然整個月的大局已經定了 先低後高形態基本上是不會改變 只不過高台市況的反復會漸漸趨向比較明顯 我們先看看昨天的市 昨天早市先低下573點至17,000點 之後曾經一度再跌到16,833點 相對上星期五來講 這一分鐘的市跌到7、8、40點 當然技術上亦都是跌穿了20和50件線 即是說這下恆生指數就在所有平均不同線之下 幸好沽額漸漸消失 加上維穩的買盤開始出現 結果市況在買盤主導下逐步逐步後抽 曾經一度升上17,364點 即是說相對星期五來講只是跌了229點 那恆子最後收到17,297點跌了275點 成交今晚1,182億 先看你的指數先 剛才我提到以指數的16,833來講 技術上是已經跌穿了20和50天線 即是簡單說 形態是屬於一個反復逐步市底的格局 幸好以收市的時間都是收回在10和20天線流上 即是說整個反彈市 暫時來講的勢頭未有改變 只不過就是指數自容跌穿了10天平均而動線之後 一個北邊向上穩高位的反彈勢頭已經受到虧限了 值得一提的就是 昨天最低是16,833 這個距離11月11日的大型的上升列口是很近的 因為當日的指數是高了1,039點 最後升了1,244點 記者上是遺留了一個超大型的上升列口 是介乎16,138到16,829點 6,091點的上升列口 擺在等步了 而照昨天的市況這樣看法 市可能在現在這一刻 甚至在12月的初旬 先行稍為修補這個 維俄下來的上升列口 大家一定要有個心理準備 因為一旦恆生指數 是觸及這個上升列口的頂部 或者進行一個修補的時間 那一分鐘就意味著指數已經是走在50和20天線流下 簡單來說 技術上、形態上已經漸漸轉弱了 拉闊一點點看 由10月31日的低位 14,597點開始的反彈 去到18,414點的止步 經過3,817點的快速反彈之後 市就跌回到16,833點 跌回到1,581點 簡單來說 市暫時來說是調整了反彈幅度的41%左右 這個仍然還是一個健康的回頭 沒有什麼特別的看頭 但有一點大家要留意 如果是14,597點 如果是一個年中的底位 最好當然是左腳或右腳 以昨日來說16,833點 技術上好像是一隻右腳 但我覺得左右腳現在相差兩千多點 有一點急了一些 因為一般來說 左右腳相差不會太多 幾百點而已 所以意味著12月初上的大市 很大機會是進一步反覆的 即是說現在這分鐘的步驟 大家都是保守一點點 自從由11月16日開始 市的成交金額已經一直一直萎縮了 即是換句話來說 有18,414點這個反彈高位的回落 第一是一個技術上的聲厚調整 第二是很大機會是穩日有腳的 所以任何的步驟 現在就等等看看才會比較好些 好,有時分析我就回到這裏